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 各位家长 各位师长 报告亚洲大学国际化 国际化亚洲大学 在我做报告之前 各个同学 各个家长 可以闭着眼睛思考一下 当你想到亚洲大学 什么样的图片 浮现在你的脑海里 当然有的同学会说 亚洲大学校园非常漂亮 亚洲大学安藤忠雄美术馆 也有同学说 亚洲大学以医学为主力 因为亚洲大学有护理学院 有医见学院 亚洲大学也有附设医院 但是同学可能会认为 亚洲大学是全台湾最年轻的大学 没有错 这些都是亚洲大学给大家印象 但是亚洲大学其实最最重要的一个印象 就是亚洲大学国际化 大家想到亚洲大学一定有两件事情 不能忘记 第一个亚洲大学学生是全台湾就业力最高的大学 第二个亚洲大学是全台湾大学国际移动力最强的大学 我们把就业力跟国际化国际移动力绑在一起 因为未来的人才是国际化的人才 那基本上什么叫国际化 大家知道国际化英语叫International 中间有一个国家这个字 Inter是between 就在国家之间流动 叫做International 当然我们可以用球这个字叫Global 所以不管是你把它称为International 或者称为Global 实际上国际化就是要强调能见度 同学的能见度 学校的能见度 同学的品牌 学校的品牌 更重要的是国际化跟速度有关 所以强调是移动力 Mobility 但是亚洲大学一个成立未满20年大学 为什么在世界大学大放异彩 为什么年年被选为世界大学 为什么在台湾被选为大学的指标 我想很重要的是亚洲大学对国际化的一种态度 实际上我跟各位同学各位家宅要说明 实际上国际化就是一种态度 那大家知道态度决定的高度 我常常喜欢用这两个人来跟同学跟家长 说明什么叫国际化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照片就是哥伦布 一个照片是大家所熟悉的郑和 郑和下西洋七次 哥伦布航行到中南美洲有四次 但是大家不要看这两个人 大家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年纪 郑和是生在1371年 哥伦布是生在1451年 换句话说 当郑和在1433年过世的时候 哥伦布根本还没有出生 更重要的是郑和下西洋七次 第一次是在1405年 哥伦布的第一次是1492 换句话说 不管是出生 不管下西洋 两个都差了80年以上 更重要的 哥伦布生在今天的意大利 那个时候的意大利根本是一个无名的小国家 根本还没有成为独立的国家 但是郑和是明朝刚成立没有多久 明成主的时代 大家想一想 明朝明成主 整个中国的国力是全世界第一 光它的我们一般讲 衡量一个国家的一个指标 它的所谓经济力 它所占的比例 占全世界超过50% 即使今天美国这么强势 它也不过是占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想一想 郑和如果要发现美洲新大陆 没有这个能力吗 但是发现美洲新大陆 为什么是哥伦布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要提到的 因为哥伦布的态度 决定了他后来的发现 那郑和他的目的 不是要发现新大陆 整个态度不一样 所以大家都知道 态度决定了高度 接下来我要特别跟各位同学 家长报告 你看亚洲大学 因为有国际化的态度 所以亚洲大学在国际化里头 有非常闪亮的表现 这是奇尔杂志 在2019对亚洲大学的报导 怎么报导 我们亚洲大学出去的交换生 就是我们学生 本地生到海外去的 我们去年是277人 当然277人就人数 不算高 去年我们是排在第七 但是不要忘掉 排在第一的台湾大学 排在第二的淡江大学 人数都是亚洲大学的两倍以上 所以你把277乘以2 实际上 他的人数已经超越淡江 排在台湾大学之后 但是我们另一个 很亮丽的表现是 我们除了鼓励学生 往外跑 奥棒之外 我们也接受全世界 各地姐妹校学生 来亚洲大学交换 或者在暑期做研席 你看我们去年总共有468位 是全国第一领先的台大 这是去年的绩效 大家看到今年的绩效 会令大家更讶异 我们今年奥棒的学生 从277以下增到了576 而且排名从第七进到了第三 那我们英镑的外籍生 从原来的五六百位 以下跳升到1056位 远远超过台大 实际上呢 契尔杂志啊 在看到这个数据 要做报导之前 契尔杂志的主编 还特别挂个电话 到亚洲大学来问 陈院长 亚洲大学怎么可能在交换生 外国的交换生 在本地到海外交换 可以遥遥领先 其他国内这些比较 所谓悠久传统大学 尤其甚至我们外国交换生 胜过台大 这个主编是非常非常的惊讶 他特别问为什么 其实我给他一个非常简单的答复 是上从创办人校长到老师 我们对国际化 把它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思维 也就是我们把国际化 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这是我们每年啊 要送学生不管去参加海外交换的 属席交换 或者是学期的交换 或者双联学位 你看我们这每年固定为学生 所办的一些说明会的场景 这是我们学生到南洋理工 他们的3D恋印中心 去做这个演习的一个合照 这是我们每年 学生到国立新加坡大学 去属席做亮点学习的合照 那这个是我们每年啊 属席总共开了十几门 全英语授课的学程 让全世界的姐妹校的学生 可以到亚洲大学来研习 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同时鼓励 我们自己的本地生万里属籍没有机会出去 可以加入我们的属籍课程参加 共学的概念 让本地生没有出国 也可以享有国际的多元文化的经验 接下来这是我们去年 从澳洲西雪梨大学 国立新加坡大学 印尼阿兰卡大学等世界名校 到亚大参加社工所谓社区服务的学程的一个照片 接下来啊 我要特别从这里讲 亚洲大学能够把学生送出去 把学生接进来 当然很重要是什么 要姐妹校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的主角 都是亚洲大学蔡先发校长 一个是跟意大利 波罗尼亚大学签姐妹校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可能对这个波罗尼亚大学 可能知道也可能没有印象 波罗尼亚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大学 被称为大学之母 比英国的剑桥牛津都还古老 你想一想 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大学 有一所将近千岁的大学 这是明大学 愿意跟亚洲大学签约 它背后的意涵 看到的是亚洲大学 哪个特殊的气质 另外右手边 这是西班牙的名校 叫康普顿斯大学 校长不辞辛苦 远到意大利 远到西班牙 牵这些所谓姐妹校 最重要是什么 为同学开拓 到海外交换 研习的机会 接下来大家不会很陌生 因为这是我们临近日本 最古老的京都大学 大家想一想 京都大学是诺贝尔 讲德主的大学 他愿意跟亚洲大学签订姐妹校 那亚洲大学在国际上表现 是不是让京都大学认为 很值得跟亚洲大学做朋友 接下来这是另外一张照片 亚洲大学同时跟国立新加坡大学 跟香港大学签约 大家知道国立新加坡大学 是整个亚洲地区 按照世界大学排名的第一名 亚洲的第一名大学 跟我们亚洲大学签约 也让我们同学在国际移动 国际交换的时候 增加了不少名校的光环 这是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姐妹校 实际上亚洲大学跟全世界 将近296将近300所大学 签了姐妹校 列出来的是大家耳元能详的名校 接下来你看看光是一年期间 校长远从台中到世界各地 到加拿大到意大利 到西班牙到葡萄牙到荷兰 到法国到捷克 甚至有我们新起的印度 签了这个十二所名校 摆在这里的绝对是世界百大的大学 那这是刚才我们提到 亚洲大学在姐妹校的世界分布 我们这里跟三十四个国家 292所大学签署交流合作协议 当然这不包含中国大陆的八十所大学 那我们跟了十一个国家 二十二所大学签订了双年学制的学位 让同学在亚洲大学读两年之后 第三年第四年可以到世界各地的姐妹校 进行双年学位 接下来我想用一张图片 让大家知道亚洲大学在世界大学的位阶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最新刚公布的 2020英国泰晤士报 新兴经济体最佳200大的大学 我们台湾总共有15所大学入榜 左边大家可以看出来 红色的是亚洲大学姐妹校 中国医药大学整个在台湾排名第七 全世界排名57 亚洲大学是仅次于阳明大学 在台湾排名第十 在整个世界排名113 但是大家不要忘掉 在亚洲大学之后 还有中央大学 中山大学 台北科技大学 政治大学 换句话说 亚洲大学在国际化很多表现 早已超越过国立大学 那这个是另外一张 这个媒体对亚洲大学 世界影响力的报导 我们在整个世界的影响力 是在全球排名第107 大家想一想 全世界有几十万所大学 亚洲大学成立未满20年的大学 在世界影响力 可以挤进107名 这个是我们亚洲大学 过去六七年来 因为获得各种 所谓大学评比的百大排名 我们的一个媒体报导 实际上大家知道 世界大学的百大评比 或者世界大学的评比 最主要的有英国的QS 英国的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另外还有美国的 US News跟World Report 还有上海交大的大学评比 不管是哪一个大学评比 亚洲大学几乎是年年榜上的常胜军 接下来这是最近联合报的一个报导 报导亚大在外国交换生的人数 是全台居冠 那校长自校的理念 是全台第九 非医学类私校是排在第二 接下来这是去年 校长后班为整个国内十大杰出的校长 这是领奖的一个照片 接下来就是今年契尔杂志 刚颁给全台湾 所谓最佳的二十所大学的校长 那照片这个是前我们所谓 交易部的这个次长 姚立德次长代表交易部 颁给校长的所谓前二十大大学的 有这个奖状奖励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出来 亚洲大学在国际 不管是研习先念书 或者去实习整个的移动力 尤其在暑假期的移动力 它基优的表现 获得媒体的报导 接下来这是亚大318 国际化的行动方案 获得媒体报导 等一下我个人会花一点时间 把亚大国际化最重要的行动方案 318做一个说明 这又是另外一个318计划的报导 特别强调亚洲大学318计划 提升了整个学生的国际移动力 亚大除了在国际移动力之外 其实亚洲大学配合整个AI时代的来临 亚洲大学对AI的教学是全面性的 它不是只有电机支电学院的特有的权利 现在全校不管是哪一个学院的学生 都把AI教学把程式语言列为必修 这是另外一个对AI人才培育的一个报导 好 实际上今天我特别要跟同学家长强调是 你到亚洲大学来就像这个特斯拉创办人 Ellen Musk 就是你到亚洲大学来是要做什么 是要来追求一个大的梦想 几年前我们政府官员很强调说 我们在台湾应该要追求小确信 实际上这种思维限制了我们年轻人的发展 你到亚洲大学是要希望你当一个 a big dreamer 是一个大梦想家 就像马斯克一样 那你在亚洲大学可以追求你心目中的理念 心目中的理想 所以我们特别提到 同学到亚洲大学来 我们要培养同学 可以作为台湾新的哥伦布 也可以作为台湾新的马可波罗 好 这是亚洲大学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叫做亚大318计划 当然 同学看看这叫飞机 我们亚洲大学当然没有这一叫飞机 318这一号没有这一叫飞机 这是我们用这一叫飞机跟同学家长说明 每一年亚洲大学利用318这种计划 好像利用一架波音飞机 载着同学到世界各地去翱翔 我想3183指着是同学三种语言的优势 所谓中文是我们自己的语言 我想中文好是理所当然 英文现在是世界共通的语言 所以亚洲大学对同学的中文英文 是非常非常重视 我们的中文课程 我们的英文课程都获得教育部 这个清典为整个台湾大学语文教学的典范 但是亚大除了中文英文之外 亚大非常重视同学的程式语言 尤其我们活在所谓AI的时代 活在机器人时代 同学不懂程式语言 根本没有办法跟AI跟机器人对话 那亚大除了这三种语言之外 实际上亚洲大学的第二外语也非常非常的普遍 我们为同学开了日文 德文 西班牙文 法文 我们最近因着新南向政策 因着整个东协国家崛起 我们在校园也开了印尼文 越南文 泰文 韩文 同学可以想一想你在亚洲大学 光是第二外有八九种可以学 除了很重要的中英文跟程式语言之外 所以我们相信 其实在亚洲大学很重要的成功方程式 是把你的语言 不管是哪一种语言 加上你的专业知识 那就是你的利基 你的优势 这是亚大所谓的成功方程式 简单的说是你把你的language 加上你的knowledge 就等于你的advantage 那亚大我特别提到 我们对英文非常重视 亚大对同学英文提供哪些重要福利 第一个亚大是采取全外诗英语教学 让同学一进来 就能够尽认在整个外诗教学的环境 另外亚洲大学其实在同学还没有毕业之前 通常同学在五六月期间 我们就提供为期十个礼拜的英文先修语 这其中有六个礼拜是亚大自制的摩科课程 让同学在学校原来高中在家里就可以学习英文 到了暑假期间有四个礼拜 我们请同学住到学校的宿舍 再经过四个礼拜外诗的培训 让同学在进到亚大之前 能够打好英文的基础 每年英文先修班 我们一公布之后 几乎是秒杀 报名秒杀 所以希望我们在今天来的这个同学 等一下你到系上去听系上的简介的时候 特别跟系上询论英文先修班 亚大从今年开始 我们会把英文先修班 拉出了另外一个到菲律宾做英文游学 当然因为最近就是武汉冠状病毒的关系 这个菲律宾今年游学 是不是百分之百能够促成 我们现在还在观望 但是从今年开始 将来的英文先修班 基本上有在亚大自学 自己学习 亚大教学 另外一个就到菲律宾外国外地去学习 亚大除了提供这样的英文福利之外 其实亚大非常重视老师的英文教学绩效 所以所有同学进来 除了学测英文指考之外 我们给所有学生进行前测 尤其是在新生训的时候 让两千多位新生有一个前测机会 那在一年之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后测 用后测的成绩来追踪整年老师教学绩效 更重要的是 因为亚大要送同学到海外去做交换 所以海外会要求同学的英文能力 最重要是托福到欧美英国体系亚师 还有到韩国日本职场 比较常用多艺 我们每年一开学之后的每一个学期 大概开有十五到二十班的 夜间 托福 多艺 亚师 所谓的英俭证照班 而且这些证照班 学校的美意完全是免费提供 让同学 尤其是住校同学 不用再跑到外头的补习班 补英文 更重要的是所有经过我们所谓 免费夜间的英俭证照班 这个上过课同学学校提供一次 免费的证照测验 让同学还没有踏出学校之前 就拥有一张在职场上有效的 受重视的英俭证照 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是 我们全校有一个很特殊的 叫做国际语文走廊 每一天所有全校学生都可以 到国际语文走廊 跟我们的外师跟我们的外籍生 可以做互动透过师生的互动 培养他的国际视野 培养他的语文能力 当然全校更特殊的是 我们还有不少通识课程 是用全英语受课 这是刚才提到的英文先修班的 参加同学的合影 这是我们夜间英俭密集班的海报 跟上课的情形 这个是就刚才我提到 亚洲大学对所有新生的一个承诺 换句话说 所有学生进来我们有一个318计划 四年至少出国一次 八就是有八个途径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哪八个途径 可以去短期研习 可以当学期交换 可以进行双联学位 可以去实习 可以当志工 可以参加竞赛发明 尤其是我们的设计 当然同学有学术导向的 你也可以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表论文 那因为教育部 从几年前政府推动的时候 新南向政策 非常鼓励同学 到新南向国家去实习 实际上 亚洲大学在新南向竹梦 过去连续两年 他的这个建树 拿到的建树 跟金额都高居全国第一 接下来还有三四张的 这个PowerPoint 大概给家长做最后一个回顾 其实亚大是利用318星哥伦布计划 来强化学生的国际移动能力 亚大是推动所谓的属旗海外标杆学习计划 来加强同学的国际移动力 另外我们亚大 校也非常国际化 所以我们可以海纳 世界各国的国际生 不管来当双联学位 或者是学位生 或者是交换生 或者是属旗沿袭 实际上各个家长可能也知道 亚洲大学目前国际生800多位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一两年之内 从800多位拉到2000位左右 接下来就是刚才提到了 整个我们对东南亚 对南亚所谓新南向国家的生根计划 希望透过这生根计划 培养新南向的人才 当然家长可能也知道 同学可能也知道 亚洲大学或教育部的补助 在印尼市学设立台湾教育中心 是国内唯一在印尼社教育中心的大学 透过这个中心的成立 本校可以扩大 对整个东南亚 西南向国家的影响力 我想以上是借着这个简报 跟各个家长跟同学 说明亚洲大学在国际化的策略 在国际化努力 以及在国际化的绩效 谢谢大家